秦楚之记 月表 太史公研读关于秦楚之记的记载 说 最早发难的是陈舍 残酷暴力地灭掉秦朝的是项羽 不然反正诸楚凶宝平定天下 争于登上帝位取得重庚的是汉家 五年之内号令变庚了三次 自从有人类以来帝王受天命的变庚 还不曾有这样急促的 当初于顺下雨兴起的时候 他们积累行善和功劳的时间长达几十年 百姓都受到他们恩德的润资 他们代行君主的正式 还要受到上天的考验 然后才继位 商汤周王是由谢和后继开始讲求人证实行得意 经历了十几代 到周王时 竟然没有约定就有八百诸侯到孟金相会 他们还认为时机不到 从那以后才放逐了夏节杀了英宙王 秦国自香宫时兴起 在文宫木宫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到宪宫孝宫之后逐步侵占六国的土地 经历了一百年以后 到了始皇帝才兼并了六国诸侯 实行得志像鱼下唐五那样 使用武力像秦国这样才能成功 统一天下是如此艰难 秦冲地以后 忧虑过去的战争所以不断 是由于有诸侯的缘故 因此对功臣宗士 连一池土地也都没有分封 而毁坏有名的城池 销毁刀剑 铲除各地的豪强势力 打算保持万世地业的安宁 然而帝王的工业兴起于民间 天下英雄豪杰互相联合 讨伐报秦 其实超过了三代 从秦国的那些禁令 恰好用来资助贤能的人 排除创业的患难而已 因此发愤有为而成为天下的英雄 怎么能说没有封地便不能成为帝王呢 这就是上天把地位传给所说的大圣吧 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如果不是大圣 谁能在这乱世承受天命建立地业呢 urj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